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劉珠 回來繼續玩寶可夢子 我們上集打贏了那個天星幫 隨便吧 打贏了那群壞人 讓他們其中一個老大落台 下一個地方就來這裡 這個叫什麼市 我忘了叫什麼市 仰光市 我們就來挑戰這個雷屬性的導管 在咪後我練過一下精靈 你看我現在這隻貓已經變成這樣了 變成這隻 有些威符屬性的 魔幻假面 還有 還有巴布圖堡 這隻巴布圖堡都升了級 那我也想說一說 我上網也看過那些資料 因為我搞了很久都升不到等級 不是升不到等級 進化不了 由布圖堡升上去 包括布圖堡 其實一早知道的 它進化的條件 就是你要帶著它走一千步 然後升等級 它就會進化 但是我不知道會不會有其他玩家 都遇到這個情況 就是帶了它很久 都不知道為什麼不能升 原來我研究之後 我發現很多人會按了這個R 來召喚精靈出來 其實我自己測試的結果 就是你要按ZR ZR 那個按鈕 叫出來的精靈 才計算那個步數 我之前就是玩了很久 我由它20級 走到40級 我都是用R 來叫出來 所以它的步數是沒有計算的 還有 我找到一個地方挺好的 如果你想升 進化它 你可以去回 但… 最開始 最開始 我們最開始在哪裡 這裡 對,這個 小時小徑燈塔 到這個塔頂 它是一個圓形的空間 你在那裡帶著這部土伯 不斷繞圈 我總共繞了10個圈 之後我給它吃一顆升等級的糖 就進化成這部土伯 十個圈是多於一千步 大概就是這樣 如果你不知道要多少步才能升到 你可以試一下我這個方法 我前後用了兩分鐘就進化到了 就是這樣 我們進回正題 就是我們現在去挑戰這個雷屬性 的道館 好像也有些東西購買 有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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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不要搞這些 我們… 挑戰了道館 我們先看看 有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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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帽子 那個Stuttering 好厲害 是不是Switch的RAM不夠 那我們… 咦 看看地圖 不是這裡 是這邊 那個道館 它這次沒有外表 告訴我道館是甚麼位置 那… 看看資料 這個道館的館主是一個… KOL 它挺… 貼近我們… 時代 那我們看看這個KOL有多厲害 我當然在跟它打之前 巡禮也是要通過那個測驗 電話響了 Hello Hello 樓主 是我 我… 你有在挑戰道館嗎 現在在哪間道館 咦 想不到我們多近 那我去看看你吧 神經病 尼莫是跟蹤狂 其實他真的是跟蹤我 原來你是中二年紀比你輕的小朋友 你已經拿到兩個徽章 看起來真棒 你選了這裡做第三個道館 以樓主你的實力一定沒問題 雖然我是這樣覺得 但是… 當挑戰道館前的練習 你就先跟我打一場吧 打吧 隨便吧 太好了 看來你幹勁十足 就這樣說定吧 那我們馬上去對戰場 那我就直接去打了 說這麼多廢話 打了嗎 多多指甲吧 反正你也是給我虐待的 這就是石頭屬性 我土屬性都可以克制他 熱身吧來吧 熱身練習 你21屬性挑戰機 你喜歡吧 其實他後面的廣告牌挺有趣的 招式選得好 你越來越成熟了 我覺得不是一個手下敗將跟我說這些話 我覺得 寶寶 不用換啦 我也是有寶寶 寶寶女屬性和格鬥屬性嘛 我現在用土屬性 來夠克制你 不用說那麼多話 咦?刮動 那我催你不將 你刮動了 不要緊要你上來你就死 好 效果絕佳? 地屬性打? 喔!因為我毒屬性 OK啦 踴躍鴨 應該是水屬性的鴨 水屬性加格鬥屬性 但他應該是最後一級才是格鬥屬性 我就用回主角跟你打 你會靠這個鞋子反敗為程 好 看一下點 我看你頂不頂到我一下 頂到一下當你贏 我不出最強的那招 公平泰晶化 你太天真我不會用泰晶化來打 你沒有這樣的call 好多年 你太精髮了給我一下KO你 算吧你 回去吧唐老鴨 好 哈哈 你越來越成熟了 你只有兩個道館徽章吧 哪有兩個徽章的人這麼厲害 我以前加加賣這麼多集 其實我有超過一百個徽章 好這個我心意來收下 多謝你跟我對戰 萬靈藥 去萬靈藥買的萬靈藥 三顆 其實幸不得再打一場 但畢竟我是冠軍 我會體諒對手 忍下來 嘩 你真是不知道這個醜好像怎樣寫 等你有更多徽章 我們又在道館碰面時再戰一場 樓主 要視樓主你變得更強 更強 更強 為什麼你想表白 然後我們可以再 一戰再戰 又再戰的話我會超高興 多謝你陪我對戰 道館七艷要加油 就是這樣 好 那我們又回來這裡 我們要道館七艷 七艷來吧 挑戰者名字樓主 對白 沒錯 想跟這個道館的館主 旗樹 旗樹對戰 必須先通過道館測驗 參加旗樹的節目 旗樹是一個直播主 請你參加他的節目 炒熱播出的內容 關於細節之外外面去你就知道 請慢走 即是我幫他 加個 heap rate 加個like 幫他賺了錢 我就為之合格 如果幫不到他賺錢 他就不會跟我打 這麼現實 各位漢官 奇樹奇術直播時間到 九頭雜事後 什麼來的 突然在旁邊彈出來的 嗨你好 我好 大家好 吸精電網 捕捉你的眼睛 誰在其術 是我其樹 是個導管管主 早安晚安 Hello Ciao 很難讀 那我跟他吧 早五晚安 Hello Ciao 你的奇樹語很流 你的奇樹語很流 想不到你一點都不脅長夜 他很興奮 他很興奮 事出突然可能令你嚇一跳 不過當下的狀況呢 正在向全世界直播 因為挑戰者 多謝你為了來見我 一路來到陽光道館 其實我看不到你 我超級高興的 好像說錯誤 但畢竟我都少有名氣 所以是個大忙人 所以我只能讓影片爆紅的 oh 所以我只能和充滿熱情的對手合作 事情就是這樣 如果你想跟我對戰的話 就幫我炒熱這個節目吧 真的很懂得利用人 見你幹勁十足 那我們就開始講明這個計劃 這個計劃 街頭紳士請上場 打而已 這個不是校長 哎呀 劉主動學 真是一場奇遇 咦 什麼話什麼話 難道你們認識的 這位紳士走在街頭的氣場 真的不是蓋的 讓我忍不住 就挖她上來節目 不敢當不敢當 哈哈哈 她又是一個嫌麻煩的樣子 這個厭世校長 接下來呢 就請挑戰者劉主 和這位紳士來一場捉迷藏 如果可以用街頭攝影機 找到街頭紳士三次 道館測驗就算合格 街頭攝影機 這場捉迷藏就叫做 爪爪漢 我在那兒 尋找街頭紳士 這個題目沒有爆炸力 這個企劃名稱沒問題 罷應該沒有違反什麼 不管了 那期好 街頭紳士 請先去準備吧 寶可夢聯盟 平時總是幫助我們 幫這個忙也算是報恩 還請手下留情 哇 馬上跑去 我要什麼做 What should I do 差不多準備好了 街頭紳士 躲好了嗎 躲好了 躲好了 你在畫面的某個地方 好像小池怪一樣 睜開眼睛盡情地找 就在右邊那個 那個叫什麼 太陽傘的下面 好 那期好開始吧 預備起 我是要怎樣 我是要 是不是有一個Cursor給我 按它 這裡嘛 你當我猛的嗎 大哥 哎呀 你找到了嗎 哇 你侮辱我 在這裡 留著找到街頭紳士 好厲害 好帥啊 其好 那開始下一場中迷藏之前 為了令節目更精彩 就請挑戰者 跟我們的粉絲大戰一場 怪獸狂上場啦 怪獸狂通常是用龍屬性的 來吧 咦 不是喔 辣黑貓 咦我剛剛好欺負你 對喔 這個雷屬性的嘛 他當然會不斷出雷屬性的精靈 他是想消耗我的雷屬性的攻擊 我用另一些招對付你 你不就充電吧 儘管充 不過他特防提高了 我攻擊力應該真的減了 減了都扣那麼多 你真是不幸運 特防一滴 我繼續用這招 我是有原因的 選這招 我不是很想用 用這些 怎麼說的 叫做物理攻擊打他 因為通常雷屬性或者蟲屬性都有這個特質 就是很多時候你用物理攻擊打他 會令到你自己中毒或者麻痺之類的狀態 所以我通常對付這些 有得選擇我會用這些特殊攻擊 好 打贏了 這位挑戰者不賴 其好 讓我們換一台攝影機 好 我又要找他 你又是侮辱我的智慧 在Pokemon Center裡面 我用了不夠一秒 找到你 你想怎樣 哎呀 我以為我融入得很好 希望你下一個可以難一點 你有沒有看過我玩其他解謎遊戲 有實力 不容易 其好 在下一次捉迷藏之前 令到節目更精彩 就請挑戰者再戰一場 又是怪獸狂 又是雷屬性那隻獅子 給點新意 麻麻小魚 都是雷屬性 好像是不是水屬性 那些水屬性 一眼 了結他 其實我這個也是物理攻擊 都有機會被他麻飛 幸好沒事 翁翁羊 翁翁羊 不用啦 繼續跟你打 這隻羊我也有 我繼續用這些招數 留一些土屬性 拿來打 大哥 反正你也不夠 但是不是啊 都說 用些物理攻擊 就會這樣 不要緊 我有解謎被弱 你太差勁了 回家裡休息一下 送錢給我 三千塊 這個 不管是找人還是對戰 都利落得像獵人 其好 讓我換一台攝影機 這次有一點難度 但我已經看到他 在畫面最右邊的船上 我又是用了兩秒時間 唉 你真是侮辱我 不要這樣 不要這樣 實在太令人欣賠了 希望你不只找到校長 在尋寶和努力 找到 在尋寶也能努力 找到寶物 厲害啊 多虧留住我們頻道訂閱數 就麻麻萬魚黃逆流而上 屋筆 我是說 恭喜你通過導管測驗 這場白熱化的觸迷藏 令全世界觀眾都興奮得不得了 要跟劉主理大打一場 我直播應該會更有趣 你就在全世界面前 直播輸給我 好 要不需要 對 要 去Pokemon Center 好疾 不用說那麼多 走走走走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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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很悲 bah 煩窩 那剛剛 好啦 先要密碎一次 免施 有什麼意外吧 把自己疲了 來啦 不用說那麼多 toxic 一定要 1200 此詞 先京 Gent cedes 你是不是要挑戰直播主? 站住 YES 快 GO 就讓我當著全世界面前 在直播擊敗你 還要輕鬆地擊敗你 牙尖 各位看官準備好了 吸睛電網捕捉你的眼睛 誰在騎術 是我騎輸 其實這些對白很尷尬 早午晚當HELLO CHO 早午晚當HELLO CHO 他日文是怎樣說 Ohio Gorijiwa Gumbawa 可以怎樣放在一起 來吧 輕鬆打贏你 氣勢旺到連天上飛的電海燕都會嚇得掉下來的劉主 蛤 來吧來吧劉主 說一下你現在的心情 請罷 必勝無疑 好有自信喔 網絡紅人應該是這樣 也差不多時候 有誰想看奇數我對戰 各位漢官都說等不及了 喔 電電王多謝贊助 那期好 差不多該開始了 來看看挑戰者實力有多奇吧 哇 他不用拿手拿著 聖龍頭 啊 啊 啊 都有些事實 他這隻雷雀剛剛好可以免疫了地屬性攻擊 那我當然是沒有兵屬性攻擊啦 因為兵屬性攻擊是可以克制飛行屬性的 而唯一對雷屬性有效的地屬性攻擊 又因為他是飛行屬性而無效了 那當然沒問題啊 我就照用這些招打他們 我有毒屬性的攻擊 反正你打我不贏 反正你打我不贏 輕鬆鬆 我都不用出殺手間 你贏到我這隻已經厲害了吧 電圖蛙 有可能是水屬性 但我繼續用這隻跟你打 而你的level你用水屬性應該都打我不贏 蛤 對了我都不記得 我的土王是有水屬性滅溢的能力 那其實我是屈肌 對我有效的水屬性攻擊都變了無效化 要對我這隻屈肌的土王 可以打得贏我的 我想是用精神屬性的攻擊 其實用土屬性攻擊也有用的 辣黑貓 繼續戰鬥 那隻雷屬性獅子 威嚇攻擊力降低 沒問題 泥巴射擊 你都扣不到我了 你怎麼玩啊 就是這樣 正在直播的 你努力吧 叫什麼 有奇樹嗎 好像這個美女 蒙妖魔 繼續吧 你太精化了也是雷屬性的 這樣 這隻是純粹鬼屬性 那我普通屬性一定沒有效 我繼續用毒擊 出來啦 要玩小燈泡 讓你見識見識奇樹的潛力 就是頭上多了一個燈膽 在頭上 奇異之光 咦 這招有點效 對我混亂了 是有機會打自己的 真的打自己 不知所以地攻擊了自己 你變了雷屬性 我就用地屬性攻擊 好 禍不單行 不是扣很多 這招 混亂解除了 你不幸 咦他有飄浮 地屬性魔效 好厲害 那我用回 擅長的毒性 看看你可不可以 越級挑戰 打得贏我 你 太弱了 你 繼續混亂 照攻擊他 不用怕 搞定 你太弱了 搞定 當著全世界面前輸給我 你的閃亮光芒一千萬幅得 太容易打了 獲勝的是挑戰者 劉主 兩邊都很強 拆鞋 兩邊都很強 他那邊廢 根本被我按住來打 雖然很不甘心 但我輸了 各位看官 多謝你們幫我加油 就是這樣 打贏了奇樹 我這個大紅人的劉主 將可以得到 道館輝將作為禮物 我以為有什麼商品贊助 那些 有駕Tesla電動車 各位看官截圖 時間到了 趕緊張畫面 全在腦海的資料夾 可不可以不要學他這樣擺動 整件事很尷尬 擁有三個道館輝將會比較容易捕捉到35級以下的保可網 而且他們都會乖乖聽話 為了答謝你令我拍到會被讚爆的照片 這個招式學習器也送給你 零四筆 伏特替緩 我用Full Switch 英文是Full Switch 它是 可以打完人馬上跳進去 換另一隻精靈出來 被我們火熱的對戰吸 電得蘇麻蘇麻的人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吸精電網捕捉你的眼睛 以上是電電直播主 誰在家裡為你播放 為何突然要拍一拍他的胸口呢 又是這個奇怪頭髮的人 你剛才戰勝了導管管主 對吧 你盲的嗎 你看不到嗎 你也是以成為冠軍為目標 是 你將會成為我其中一個手下敗將 不可多得的年輕才華 請你以更高的境界為目標精進吧 補歉我還未自我介紹 這個很奇怪的人 我叫雅慈 是負責營運寶可夢道館的寶可夢聯盟會長 會長來說你也算年輕 如果你是在收集道館徽章 我們將為這條路彼此再次相遇 那再會 就是這樣 耶!這兩個人好像很沒心機 可以繼續上後續課程 其實我是沒有上課程 我進了這間學院這麼久 很久了 好 那Anyway 我們已經成功打贏了 這個人在這裡做什麼 自拍 我們已經成功打贏了 道館管主 那我們現在 對 是這樣 那今集來到這裡了 喜歡這條影片 留言、分享、LIKE和Subscribe 我們下集再繼續 誰在這裡 其實就是 不是阿奇樹 是我樓主 那我們下集再見 就這樣 拜拜